大家好,剛才那場冷門的賽事是否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不要緊,這場賽事相對上的形勢會比較明朗 我還沒介紹我的心緒之前,記住看我彭的心緒 留言、分享我們的影片,訂閱我們的頻道,按鈴鐺 各位說過很多次,但每次一定要說一次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如果沒有說的話,不記得我每次說完之後 真的大家都會幫忙,也很感謝大家 這場賽事,我覺得這個形勢會比較明顯 而且我覺得這隻馬真的會有機會 大家一會看看我選的心緒是否正確 而且最重要是除了看我們的片段外,還要看我們的直播 事不宜遲,馬上去看我這場精算的心緒 介紹了什麼馬給大家,贏多一點 和大家重溫開來日二場五班千二的賽事 這次推介給大家的馬膽是這隻 十二號的可愛新星,紅色頭罩 紅白間跳衫在尾那一隻就是可愛新星 這場就是梁家俊騎 如果不是抽過十二檔,我覺得這場有權在千二都贏了 因為後上那一段都相當厲害 這場其實我推介給大家 上星期的貼士,有利有我和飛躍精英都贏了 投資有利就是被他搞到 如果不是被這隻搞到 這場馬本來我就應該贏了三重彩 但是可愛新星真的演出很好 所以這次抽到三檔,還要換了潘頓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是 星期日五班千四第二場的賽事 他應該是賺膽來的,第四場也是千四 那我又跟大家說 你看回這場 可愛新星最後這幾部 其實踏上來的時候 前面那隻有利有我就先走掉了 但是這幾部真的是魚狼 似乎如果不是,有利有我就先走掉了 但是兩家盡這幾邊 分分鐘就真是臨尾過了 所以葉楚寒說不要管了 這次就一於加情 加上加上換人 換換潘頓,換皇帝上去的時候 那不用說了,一定是搏馬 皇帝搏馬的你就真是沒得阻礙了 所以我就怎樣都找他做膽 腳方面,第一隻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隻旋風鑽旗 這次有火車潘騎有兩磅,減129磅 上季的演出可以說佛線觸塵 但是呢 今季其實他的操練都做得不錯 同英進飛驅去拍跳的時候 那一場的拍跳呢 在重化遷移都跑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就是 旋風傳奇 這次用到最近最當旺的火車潘 我覺得呢 都可以去考慮拖腳 另一隻就是 四檔 黃智雲旗 減7磅 121磅 起勝威龍 今次呢 就初出了 黃智雲其實上季 在五班的1650 在發洋谷 其實都幫這隻馬贏過 所以 這次找得他 都是打算減榜 其實上季在沙田千二 都是上個名的 所以 大家都不用擔心 他沙田的能力好不可以 就算是前一季 潘頓呢 都是幫這隻馬上個名 所以喜勝威龍呢 又不是真的年紀很大 還有季初 其實他的準備功夫都做得足 我就怎樣都要這隻 最後一隻呢 就是 127磅 配布文 這隻 星雲王雀 其實上季尾 他都開始 改善他演出 今次 配布文 就很簡單 希望就真的 可以有表現 十檔那檔 不是太好 但始終這隻馬 側身 是未用盡 還有他在9月4日試過 那個貨集 雖然說 不算很搶眼 但是 那場的試集 暴文是扣到實實的 所以 我覺得方家柏 總算是預算 有機會 就要來開債 今場 就找上一場 有表現的可愛新星 增情 找到潘頓 做膽 就穩陣一點 我覺得就一口三腳買 腳拖 旋風傳奇 喜勝威龍 和星雲王雀 好拍檔 阿鵬一樣有好東西 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看完他的心水 星期日 不要說那麼多 一起贏爆馬會 找些月餅錢 中秋節過節 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大家好 經過了兩個賽馬日之後 今次 日馬賽事 我就精選了這場賽事 跟大家去看一下 這場的冷門 我真的覺得 有機會 明年自己始終 季初的變數會比較大 看完頭兩天的賽事之後 我想大家都會開始入局 這場賽事 我覺得這隻馬 都OK 找他做馬膽 拖腳 還未介紹我今場的選擇之前 記得做這個動作 留言、讚、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非常好 看阿鵬的心水 最重要 我跟阿鵬 應該會繼續開直播 跟大家去聊聊天 一起去做交流 雖然我們都在其他頻道 有我們的節目 也會有足球直播 但是 始終我跟阿鵬 合作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想跟我們聊聊天 不要緊的 記得留意我們每次出直播時間 大家可以上來我們的直播 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事不宜遲 看看我這次選了一些馬 給大家合不合心 給大家看上季殺科戰 五班千四百二三場次的賽事 我跟大家推介 這次博覽門的馬膽 就是這隻 無敵精英 無敵精英 黃色帽 黃色身 還有少少藍色肩膀 九號那一隻 現在是尾耳 那一隻就是無敵精英 這場大家都可以留意這隻馬 7號的桃花多 和4號的加州代表 都可以看他的跑法 不過 當然啦 4號的加州代表 這場未必可以作準 因為 在季內 開季之前 那個 開季之前的試襲 他都試得不錯 好了 看到一隻無敵精英 現在 何銘連一直都在外擋 我想 何銘連其實 跟這隻馬 都是幾百百 五彭治的馬 有到好 如果有的話 一定有鬥志 看到現在放太二號 那隻就是全神貫主 隔離 十二號 那隻 就是飛入海旋 原來無敵精英 就要了大外擋 一路就推上來 其實這隻馬 都是 開始有些反應 那在最後 三百米的時候 打下去 其實都懂得上 當然啦 前面有幾隻 7號的桃花多 還有3號的 看飄萬利 還有 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 11號的全程路通 都是 有不錯的走勢 看見這隻無敵精英 最後 回來 就跑回第四 看見 其實 如果上次 季尾 他不是抽過那麼差的檔 我覺得 他有機會 入到位 所以這次 他有個好檔 5檔 125磅 配上何銘連 我就 找他 做膽 因為始終這隻馬 都是一隻 相對上 在五班常規 雖然跑得多 但是也有過 兩次 爺馬紀錄 就是在跑馬地上 沙田 其實1400 他也是近過的 差一點點 是可以入腳 這些 邊線的馬膽 都可以選一下 因為其實前一季 他1600 都可以 上到名 現在 下回1400 更加會跑 另一隻 大家要留意 就是這隻 古浪非凡 這次是13檔 132磅 梁家俊騎 這個檔 就一般 但是勝在這隻馬 他就 在季前試襲 真的 都試得挺漂亮的 那一次 加州代表兩隻 一起試 都挺吸引 最重要 這隻馬 三班 他都跑過四班 是上個名 無論是 變化地 或是無變化地 都可以 在四班 這次 已經下到五班 看看梁家俊 可不可以 這隻馬的質地 幫忙 可以入圍 加州代表也是 上季演出 這次有七檔 中逸來 有三磅 我覺得 都是機會 馬之一 都要留意 應該也有賠 最後一隻 真的是 彎彎 我看到他試襲 都好得 這隻 騰飛塔 這次八檔 本來123磅 都夠輕 配上新鮮妹 黃寶妮 有10磅 1,1,3磅 不用想 真的過外巴士 飛這麼快 我覺得這隻騰飛塔 如果真的有賠率 大家要留意 這隻馬 因為其實上季 雖然演出 麻煩 你留意 他那一貨試襲 都可以想一想 做冷卻 重複這次的選擇 無敵精英 拿膽 如果你說這隻膽 你覺得不太穩陣 就村民去買 腳拖古浪 飛鵬加州代表 和騰飛塔 跑得出的話 我覺得這裏 都一定有肉食 上次都 我的腳 跑出來都幾好分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否用腳 做膽 大家 釋除專辯 好怕當阿鵬一樣 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不用說太多了 星期日 我們一起贏爆馬會 OK 這次推介包裝八落 八場三號 看看這隻馬 上季 10月25日 在泥地的表現 這隻馬 泥地性能比草地 草地 最近很一般 一出閘 這隻馬很帥 包裝系都是那些 看見就是 藍白橫間 那隻 戰爪拍著那隻 一出閘這隻馬 都很快 跑泥地呢 這隻馬是特別醒神 特別快的 最近試過貨集 也是一氣可成 由頭放到尾 被這隻馬 如果我呢 慢慢慢慢走順了 貼爛 你想追他 不是那麼容易 這組的對手 都有第二日而敬力 跟著有些自強不適 都是泥地非常之厲害 甚至跑第四 那隻勝義龍 都是厲害 讓他慢慢慢慢走 走順了 真是這隻馬 都是泥地 坦白說 這隻馬 自從轉跑泥地之後 好像 完全脫胎護骨 不太會跑草 反而泥地性能 非常之好 這次呢 也有個二檔 也是周同學 這次轉了周同學 不是艾巢禮 現在騎的這個就是大哨禮 看到 越打越放 後面追他那些 見到呢 還有一隻二勁力 那些 其實都脫開了 跟一隻自強不適鬥 那自強不適鬥 就差點跑第三 第四 就是後上那隻勝義龍 那麼你看到這隻馬 黎典性能那麼厲害 有個二檔 周同學 跑法很簡單 有一出集 比幾步 應該羽毛以外 以他的前竹 應該貼到籃 跟著順走搞定 希望這隻馬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食老台 繼續CLX我們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我們 按鈴鐺 有新典你就收到 看看張老師的片 接下來我們也有機會和大家做直播 希望大家留意著